不少中國人在移民面談時 因為存有共產黨員身份而被美國政府拒絕 洛杉磯移民律師艾菲利建議 應該辦理退黨證書作為相關證據 對於因存有共產黨員身份 而被拒絕辦理移民的中國民眾 洛杉磯移民律師艾菲利指出 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的政策強調 禁止共產黨員移民美國 如果你五年當中 你已經不是成員的 或者是你五年不交這個黨費 那你就不是這個黨員 或者是你加入黨的時候 你就非常年輕的 比如說你沒有到18歲 你說你是加入這個黨 就是因為教育的事情 或者為了找工作或者這些 所以美國的官員 他還是有很多的採量權 來判斷這個情況 此外 辦理旅遊簽證的民眾 一旦被移民官發現黨員身份 也可能被拒絕入境 因此他建議民眾辦理退黨證書 作為與共產黨斷絕關係的佐證 辦理這個退黨的證明書 對你是非常好 最起碼會證明你已經有一段時間 你不是很積極的參與這個共產黨的 所以這個會幫助你說服這個移民官 另外他提到 在中國曾遭受迫害並害怕回國的民眾 雖然是黨員也可以申請綠卡 他們本來是共產黨黨員 他看到了很多內部的腐敗 或者內部他們看到了很多他們不同意的情況 他們發生了 然後他們受到了迫害 你受到的迫害的可能性是非常大 他確實有採量權 他還強調如果民眾隱瞞共產黨黨員信息 而被移民官發現 對辦理移民非常不利 因此民眾一定要誠實回答問題 新唐人記者楊楊 劉佳佳 洛杉磯采訪報導